哈囉 大家好 我是呂山大老師 今天是農曆的9月9號重陽節 所以老師在這天選了一個很特殊的台中名產 就是奶油酥餅來做直播 那配方的部分已經在PO文裡面了 今天很特別的是我們所做的所有奶油酥餅 使用到的奶粉是用28%的奶粉 那白美娜呢 就是這罐 這罐 白美娜 那如果你們到時候有需要購買的話呢 就是去紅梅茶藥店應該都會有白美娜 那奶粉是這包 對 28%的喔 一般是26% 今天用的是28% 那今天這個 今天一樣會有活動 就是你只要按讚留言分享啊 標注 標注兩位啊 標注兩位 喜歡做烘焙的朋友啊 我們就會在之後10月多抽出三個名額 贈送 呃 白美娜三罐 奶粉三包 還有 巧克力餅乾粉三包 這樣子 都有了嘛 對不對 所以 一個人中獎 被你標注的朋友 通通都可以拿到獎品 但是你應該是會給他們吧 對啊 好 那接下來呢 準備進到正題了 我們要派大家午安 大家午安 今天要做的是台中的名產啊 奶油酥餅 奶油酥餅 我相信可能在香港啊 或是在馬來西亞啊 在新加坡啊 在澳門 澳洲 或是在西亞圖 很多世界各種不同的地方啊 今天這些食材應該都很好取得 都很好取得 那麥芽糖就是一般的水麥芽嘛 水麥芽的部分 這個都可以使用 那今天還有使用到白美娜 白美娜就是蒸餾鮮奶 蒸餾鮮奶的部分 好 那我們要開始了喔 首先我先講解一下 油皮的材料 油皮的材料是用高筋麵粉 低筋麵粉 還有純糖粉 奶油跟水跟白美娜製作而成的 那我今天的高粉呢 高粉是使用 統一的麥芽所有工房的高筋麵粉 低粉也是統一的啦 然後裡面的純糖粉 是純的喔 不是那種什麼糖粉 是用純糖粉 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子 你把全部的原物料 高粉 低粉 然後糖粉 以及奶油 水跟白美娜 通通 通通都加進來 然後 攪拌 我把螢幕拉下面一點點 這樣子 好 OK 如果你們家裡是買KA的同學啊 KA的同學 你就是用速度3或4 3或4啊 然後先攪拌3分鐘 這個就是慢速 先攪拌3分鐘 3分鐘的時間 3分鐘的時間 那油酥的部分呢 就是奶油跟低筋麵粉混合 搓一搓就好了 搓一搓就好了 大概這邊 這是他油酥的部分 油酥的部分 油酥的部分 就奶油加低筋麵粉 搓一搓就好了 那老師因為現在要示範這個商品吧 所以油酥的部分呢 我就會請我們的湯瑪士 幫我搓一搓 搓一搓之後呢 我們就會分線 油酥一個分幾克呢 分20公克 20公克 對 搓一搓 搓一搓 剛好同學私訊說啊 就是 如果外國同學抽到的話 怎麼辦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這問題 我們講過了 如果 外國同學抽中啊 不管你今天是在二瓜多啊 還是在秘魯 還是在南非 我一定會請廠商 航空郵寄過去到你那邊 不用太擔心 不用太擔心 那這邊呢 三分鐘過後啊 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 真的他要這樣打 不然他會糊 糊掉 有沒有看到 是粗糙的對不對 那就代表他還沒打好 那這裡呢 要來轉中速啊 攪拌兩分鐘 然後這個速度啊 這個速度會讓你覺得啊 我們的螢幕已經有點晃了 因為他是在桌面上啊 他會搖 那我把手機拿上來一點 他就不會咬了 這邊要攪拌兩分鐘啊 讓他的那個 筋度啊 稍微出來一些些 不然如果筋度不足啊 那個 油皮的部分老化會比較快 可是也不要攪拌過度喔 攪拌過度的話 他不會酥酥脆脆的 不會酥脆脆的 好 這是油酥的部分 奶油加那個 滴粉 半均就好了 半均成團之後呢 我們會把他抓軟一點 再來分 然後一個大概分 二十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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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啊 現在不要問 現在不要私訊老師問問題 因為老師現在在直播 老師現在在直播 不要私訊 你可以留言 等直播完之後 留言在下面 老師看得到 老師看得到 有沒有發覺 很好做 我真的跟各位講啊 就是 今天教各位啊 今天教各位做的 奶油酥餅啊 接下來 再有四天連假 好好練習 非常非常好吃 我們今天 上溫泉吐司課程的學生 已經有吃到了 如果今天有上課 同學 他下面 刷一台可頌好了 刷一台可頌 不要再刷漢堡了 刷漢堡的已經 真聽到看守所了 好 像這樣子 有一點Q度 有沒有看到 有一點點Q度 有一點Q度出來 那這樣子呢 我們的奶油酥餅的皮呢 就好了 然後這裡呢 我會讓他鬆弛20分鐘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不是白色的喔 他不是白色的 他是黃色的皮 黃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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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的奶油啊 顏色太白的話 做出來的顏色會偏白 是正常的 不用太擔心 但我們會希望奶油酥餅出來的顏色 是長像這樣子 黃黃的 那這邊呢 我們希望他靜置啊 20分鐘 20分鐘 好 那這邊 我們要快轉一下 因為如果等一下靜置完 火怕會做太晚 然後呢 然後呢 這裡 是已經分割好 鬆弛好 分割好的麵糰啊 油酥 嗯 油皮啊 鬆弛20分鐘 20分鐘之後呢 分割一個是30公克 30公克 然後 油酥是20克 注意聽一下 油皮30 油酥20 油皮30 油酥20 然後把它包起來 像這樣子 如果油酥太硬 就稍微搓一搓把它搓軟 然後我們把它包起來 像這樣子 那包起來的油酥 呃 油皮油酥呢 這邊呢 要讓他靜置 靜置多久呢 靜置10分鐘之後啊 再來做一次桿捲 你要記一下喔 就是 油皮 包油酥 包完之後呢 要靜置10分鐘 靜置10分鐘之後 再來做二次 再來做 第一次的桿捲 這邊 你注意看喔 放10分鐘 我放這邊 然後 這兩顆 這兩顆是已經靜置10分鐘的了 我先放桌面上 我先放桌面上 有沒有看到 這是靜置10分鐘的 這兩顆我要放旁邊 好 那這兩顆已經靜置10分鐘了對不對 已經靜置10分鐘了 我們就要把它來擀開 像這樣子 畫面上這樣應該都有看到齁 我把鏡頭 拉遠一點點 像這樣子 壓一壓 然後 擀開 這個長度啊 長度啊 大約是20公分 20公分的長度 20公分的長度 然後把它捲起來 像這樣子 然後再看一次喔 壓一壓 按開 20公分的長度 我喜歡酥餅啊 薄一點點 這樣層次比較漂亮 像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三圈 三圈半的感覺 有沒有看到 三圈半的感覺 然後這邊呢 趕捲完第一次之後呢 要鬆弛20分鐘 注意聽一下 趕捲完第一次 要鬆弛20分鐘 那 大家仔細看喔 大家仔細看喔 這邊是剛趕捲完的 這邊有四條已經鬆弛20分鐘了 已經鬆弛20分鐘了 所以我要來做第二次了 好 那這邊 咻一下下 就過20分鐘了 因為我有事先準備好 那這一份呢 就是已經鬆弛好20分鐘 再來做二次趕捲 像這樣子 把它趕開來 那也是一樣 把它趕薄一點點 但是不能破皮喔 不能破皮 像這樣子 壓一下 我放這邊 壓一下對不對 然後把它趕開來 趕起來 好 一二三四 注意聽喔 二次趕捲要有四圈喔 四圈 你們看一下 四圈有沒有看到 要有四圈喔 另外一個 這也是一樣 有沒有看到四圈 是很明顯 因為我有事先做好啊 所以我做 我是不能做很快啊 然後這邊呢 也要靜置二十分鐘 也要靜置二十分鐘 也要靜置二十分鐘的時間 然後 欸這邊四顆又靜置完了 喔 我們真的是 就是有如時光機一樣啊 時光飛飛 這邊有四顆已經靜置完了 隨時 隨時都可以來包餡 然後呢 在老師示範做 黑糖 奶油酥餅 你跟餘味老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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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之前呢 你們看一下 鬆弛完了之後呢 鬆弛完了之後呢 鬆弛完了之後 我們就要來做餡了 不過老師這邊 要先來做一下內餡給各位看 我們這邊 就這樣讓它鬆弛了 一次趕捲鬆弛 二次趕捲鬆弛 那老師現在要來示範我們的內餡 OK 原本今天的配方啊 只有做 原味的古早味 奶油酥餅的內餡 可是 後來我們考量到了很多人喜歡黑糖 所以老師又額外給了一個黑糖的配方 不過因為它兩者做法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所以老兒今天只示範原味的 只示範原味的 好 大家來看喔 那大家看一下 這裡面的食材呢 有看到嗎 有看到的話 點個讚或是愛心 這邊 裡面有什麼呢 有滴粉過篩好的 糖粉 純糖粉過篩好的 還有海藻糖 奶粉 麥阿糖 也就是水麥芽 以及我們的奶油 還有白美娜 不要忘記加白美娜喔 那今天奶粉呢 是用28%牛腦大的奶粉 好 那 白美娜 加進來 好 那這裡呢 就來攪拌了 好 這邊就是用中速啊 中速攪拌大約兩分鐘 兩分鐘的時間 把它攪拌成團 攪拌成團 攪拌成團 水麥芽是甜的嗎 一般都有點甜甜的啊 對啊 這個配方非常好吃 很香 很香 你們一定會愛死今天的奶油酥餅 老師有烘焙社團啊 私人社團啊 我有PO在那個PO文之中了 如果你們做好之後想要分享的話 可以PO在老師的社團裡面 快老師的社團裡面 海藻糖可以用什麼糖替代 你可以用全部純糖粉就好了啊 只是可能會比較甜一點點啊 有時候邊邊如果有一些沒有打到的地方啊 你要自己就是 把它稍微刮下來一下 然後把它攪拌去 好 兩分鐘過後 我們的 內餡 內餡 就好了 水麥芽不要用七五的 不要用七五的 你要買八二或八五的喔 水麥芽不要買七五的 要買八二或八五的 知道嗎 知道嗎 來 你可以看到 做好了 完全不黏手喔 是不是很方便 很方便對不對 然後我們奶油酥餅的內餡呢 一個分 二十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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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老師這邊先請他馬仕在後面幫我分一下 你直接分在黑糖那邊去就好了 然後分完的內餡呢 因為會比較軟 會比較軟一點點 有時候可能大家會覺得不好包啊 跟各位講 你可以先把它冰冰過 這是冰過的 冰過的時候就比較Q了 會比較好包 因為奶油會變硬 但是注意不要冰太久 冰箱冰的時間不要超過半小時 因為超過半小時這個超硬的 你會很難操作 你要包之前 要維持在像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QQ的軟硬度 QQ的軟硬度 OK 好 那我們要來恢復到我們的 操作了 好 我先來把這個一次擀卷先做一做 因為只剩兩顆了 OK 那我們先來 包我們的 奶油酥餅吧 奶油酥餅要來包了 好 那這個是鬆弛好 20分鐘的奶油酥餅的麵團 就是它經過兩次擀卷 那這一份也鬆弛20分鐘了 然後大家看一下喔 這邊邊在這邊對不對 這它的封底對不對 封底這邊壓下去一下 然後兩邊捏起來 然後放在桌面上 這樣應該看得到 我後面點 應該看得到 如果看得到的話 點個I 愛心或讚 對不對 然後壓一下 把它擀開 這一片的大小啊 大約9到10公分 9到10公分 然後你就可以把你的 剛剛做好的那個 有冰過的奶油酥餅的餡 把它包進來 包進來 注意喔 你看一下 底部一定要封得很好 你看 這是底部 封底不可以看到餡料 封底不可以看到餡料 再來一次 乾 然後大約10公分 你拿兩顆黑糖的給我 你拿兩顆黑糖的給我 注意喔 這個包啊 要包到 看不到底部 看不到底部的餡料 然後黑糖的做法完全一樣 就只改成包黑糖而已 這片大小大概直徑就是10公分 然後我們把黑糖的 你看一下 黑糖的像這樣子 包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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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沒看到線 壓一下兩邊捏起來 放中面上 壓 黑糖的 放進來 然後捏起來 同學問說 可以把線做好冰冷藏 隔天做皮之前拿出來退冰嗎 沒問題啊 那個 餡料可以先做完冰冰一下 沒關係 OK 注意喔 因為這個不是月餅 這個不是月餅 奶油酥餅 這邊全包完之後 這邊全包完之後 還要再靜置10分鐘 這邊還要再靜置10分鐘 不要忘了 這邊還要再靜置10分 這邊還要再靜置10分 好 那我先把前面的一些前置 前置作業 把它做 這個是一次桿捲過20分鐘之後 我們就把它趕開 做成二次桿捲 像這樣子 一樣 再來一次 壓一下捏 趕開 包起來 包好內線一定要靜置喔 一定要靜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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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壓一下 捏起來 然後趕開 像這樣子 完成兩次桿捲之後 也是要鬆弛喔 鬆弛完才可以包 然後包完還要再鬆弛 這個目的呢 都是讓你的那個層次啊 面筋的層次 可以做得更漂亮 更好 像這樣子 底部要封得好好的喔 底部要封得好好的 像這樣子 壓一壓 開開來 老師比較喜歡吃那個口味 我覺得啊 如果你喜歡古早味的話 應該是原味的 你會比較喜歡吃啦 但如果你是個重口味的人啊 你可能會比較喜歡吃黑糖 因為黑糖味道比較滿 好 那像這樣子好了之後呢 我們這邊就會讓它靜置10分鐘 然後趕開之後就可以烤了 老師一般在烤奶油酥餅啊 我會習慣是180度啊 烤20到25分鐘 180度啊 烤20到25分鐘 好 那這邊靜置好了之後呢 我們要來趕開了 要來趕開了喔 要來趕開了喔 注意看一下 有小烤盤 有小烤盤 往這 這個 這個就好了 這個 直接包 因為我這邊只會預先做四個而已 所以我用這個小烤盤就好了 接下來就是奶油酥餅的know how了喔 注意一下 它是關鍵技術喔 你看 這個是封底對不對 這個是封底喔 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的就按讚 這邊或是按愛心 注意看喔 這是封底喔 我們趕的話是趕封底喔 這邊它的底部 像這樣放在桌面上對不對 然後壓一下 壓一下 然後趕開來 變圓形 有沒有看到 變圓形的 然後厚度是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厚度啊 大約是0.8公分 0.8公分左右 好 再看一次喔 這是封底 在桌面上壓一下 趕開來 圓形 有沒有看到 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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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次喔 再看一次 壓一下 趕開 趕開 有沒有 圓圓的 鋪上來 鋪上來 這樣的厚薄度 有沒有看到 做完之後是長這樣子 老師拿一顆已經烤好的給各位看 怎麼都沒有了 在哪裡 快點喔 怎麼可以全拿走 我的奶油酥餅被人家全拿走了 好 怎麼可以這樣子 太過分了 好 那我們先等一下 我先把那個奶油酥餅拿上來做比對 對啊 怎麼可以把奶油酥餅全拿走 好 我先把其他的先把它包一包 好 媽的 居然 他是早死嗎 居然有人把我的草薯餅打包了 我直播的耶 居然把他打包起來 太過分了 好 我先把這四顆做完一下 先等我一下 我就四顆做黑糖的 像這樣子 把他包一包 把他包好 把他包 包好 那就是要包到沒有看到底部的餡料 包好 包好 這邊啊 剛剛講過了 你要 包奶油內餡的時候 這一片大概十 大概九公分 九公分到十公分的一個寬度 長度 然後就可以來包我們的那個黑糖 或者是大腦素餅內餡 包完長得像這樣子 好 幫我拿那個刀跟那個 刀跟那個沾板 好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烤之前跟炒之後的差異 有沒有看到 這是烤之前 烤之後他會整個都蓬起來 他會整個都蓬起來 像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如果你們遇到啊 就是 奶油酥餅膨不起來啊 你看底部沒捏好 所以他沒辦法膨起來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我這邊切個剖面圖給各位看 好 這邊我先去烤180 烤20分鐘到25分 他上面有烤盤 幫我取出來一下 好 那大家仔細看喔 大家仔細看這邊 有沒有聽到 喀茲的一聲 黑糖的 有沒有看到 真的要這樣才能夠看耶 真的要這樣子 他才會聚焦 有沒有看到這個是黑糖的 這是黑糖的 有沒有看到 層次這麼鮮明 層次這麼鮮明 那我切另外一個原味的給各位看 你看 原味的層次一樣這麼多 這兩個你比較喜歡哪一個呢 原味的還是黑糖的 原味的還是黑糖的 好 然後現在來做一下總複習 我現在來做一下總複習 我現在來做一下總複習 我們的油皮啊 油皮的部分啊 才要純架下去嘛 然後低速3分鐘 中速2分鐘 就可以鬆弛了 鬆弛20分鐘之後呢 包餡 就是包我們的油酥 包油酥喔 包完油酥之後 做一次桿捲對不對 再鬆弛20分 然後再做二次桿捲 再鬆弛20分 之後就可以幹嘛 就可以包入我們的 奶油酥餅的餡料 有原味跟黑糖的 包完之後不要忘了 一定要鬆弛10分鐘 一定要鬆弛10分鐘 鬆了10分鐘之後就可以趕開了 然後進烤箱 那烤箱的烤溫啊 是上下火都180 烤焙20到25分鐘 出爐之後呢 一等涼了之後再來切 你可以看到 然後層次就是這麼多 然後層次就是這麼多 對 我現在試試吃好了 我現在試吃的是原味的 原味 古早味 奶粉 很好吃 非常好 好吃 不要忘記喔 今天 我們牛奶酥這個 濃縮奶 濃縮牛奶 它是蒸溜的 所以 有比一般鮮奶更濃的味道 奶粉也很特殊喔 我們用的是 牛腦大的 幫我拿一下那個奶粉 因為它的奶粉是28% 28喔 不是一般26%的 所以 濃郁度非常高 濃郁度非常高 如果各位 有興趣的話 你們去烘焙茶店看 都有在賣 對 都有在賣 好 那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剛剛的烤溫 是上下火都180 烤焙20到25分鐘 老師PO文裡面 PO文裡面 已經有老師的社團 老師的社團 如果這幾天你們有做商品的話 可以PO在那邊 給其他同學看一下 對 進烤焙這件事要再鬆弛嗎 不用啊 就進烤焙 放中層嗎 沒有我放下層烤的 可以做大片的嗎 可以啊 大家注意聽喔 如果你要做大片的奶油酥餅 中間要畫一刀 為什麼要畫一刀 不然烤焙就變相像氣球一樣 所以大的奶油酥餅 要畫一刀 對 有同學吃到了 這麼厲害 你們怎麼吃到的 你們是怎麼吃到的 好啦 那今天直播就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 掰掰